大家好 今天是1月26号 最近中国疫情来势汹涌 很多地方封城 吉林通话 搞的是怨声载道 那么有一位石家庄的观众也来信 详细的记录了石家庄封城 其实石家庄到现在也还在封城 石家庄封城情况下 他的亲身经历 也当做他的石家庄日记 上一个节目主要是谈了 他在疫情的背景下 谈了这两年创业的问题 那么下这一期就谈谈疫情 直接的亲身的经历 他说说实话 本来主要就是想聊聊 当下疫情对我生活的影响的 前面一铺垫 指的就是我的上一个节目 就有点受不住了 其实说到疫情 我本人是有点疲了 已经感觉无所谓了 因为去年疫情刚爆发的之前 也就是19年的12月底 他跟老婆去了趟南方 在上海附近旅游 结果1月初回来的 当时回来的路上 他就已经在发烧了 他说本来不怎么得病的我 在一个月份内断断续续 发烧了三次 而且我老婆也发烧了 当时我心里是比较忐忑的 他说说实话 我要是死了 其实也没怎么着 但是死最好痛快点 可是我不想连累家人 千万不要传染给别人 当时石家庄也没封城封小区 也就是出门盖个章 一周还能出去两次 他指的是2020年1月底 石家庄也开始部分封城的那段时期 他说当时我看着武汉那边的消息 其实心里也比较毛 但是我这人还是比较喜欢冒险 当时看陈秋实去武汉 各种地方了解情况 收集情报 真心觉得这些信息 真的还是比较实在的 后来我发烧好转以后 总觉得胸闷 呼吸有些憋闷 就自己开车去了趟医院 就是370医院 下面会提到 他这里这个数字是随便写的 他说后面我也会提到370医院 当时去的时候已经是2月份了 因为疫情全国已经到处都有了 所以医院基本很少有人去 可能都怕传染 我进去的时候 基本就看不到个人 这个的情况跟我 1月也是20多号 也在江苏的一个医院 去实地查看是差不多的 他说说实话挺恐怖的 平时医院里还是挺热闹的 竟是老头老太来看病 现在一个人也没有 门诊楼还没进 就要先量体温 问我怎么不舒服 我说有些胸闷 他又问我咳嗽吗 我说不怎么咳嗽 两个护士商量了一下 还是让我去了发热门诊 我说大哥我不发烧也不咳嗽 就是有点胸闷 他说没事 查一下排除一下也安全 去了发热门诊就比较吓人了 那边有正在发烧的人 因为人不多 屋里有人在问诊 我能看到 我就在屋外等着 隐约听到里面医生说 真是肺炎什么的 着实吓了我一跳 赶忙退后几步离远点 等我进去的时候 先是让我写了一大张调查报告 主要是问一个月内 有没有武汉接触室什么的 大夫问了我情况 就让一个护士带我去拍了胸片 这个我还留着 最后也没查出什么问题 后来一点点逐渐的感觉也没什么了 说实话去年的疫情除了让我比较担心外 总体感觉也没什么影响 然而今年这次国际庄的疫情 着实让我有点不爽 首先就是不让出小区就算了 老子就不出去了 本身就是个宅男 关键你得让我吃饭买东西 而且石家庄这次很牛逼 人家也不说封城 人家叫什么 叫高速路口双向劝返 OK 我敬你是语文课代表 我服 我看到这里的时候 我又笑了 就跟今天白天在推特上看到 说中国专家官方说话 通胀不叫通胀 叫什么物价加速性上涨 总之就是这类的玩文字游戏 非常的搞笑 非常的弱智 这位观众说 估计这个双向劝返 就是怕人们像在武汉一样 都往外跑 封城封小区的前两天 幸好我去狂买了一些吃的 都是硬货 后面连续几天都是没有快递 没有外卖的 记得是1月10号以后 才开始有的快递和外卖 但是让我无语的是 我前一阵网购的东西 滞留在一个快递点 也没有人送 到现在都一个月了 也没有人送 而天天快递也没有人工客服 所以他也不知道快递点的快递还在不在 然后就是物价 其实封城封小区没几天 物价就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上涨 一方面我刷着抖音 看着新闻发布会上 那帮脑残 说着物价稳定充足 见到提高物价的还有举报电话 在没外卖没快递的情况下 我们小区只在一个大门外 让几个卖菜的摆了几个摊位 说实话 当时菜价确实贵了些 豆腐是平时的两倍 香蕉一斤是3块6 平时大概2块钱一斤 因为他常买 所以就知道这个价格 鸡蛋他平时不怎么买 所以不知道平时什么价 反正1月13号 小区里私人卖的是一盘22块钱 一盘鸡蛋 不知道是不是一打12个 如果是一打22块钱的话 相当于差不多4美金 那跟这儿的有机的鸡蛋 差不多一个价 美国有时候最便宜的 那种养鸡场的鸡蛋 是9毛912个 也就是人民币7块多 那他这个算是比较贵的 然后发布会上说 可以从网上各个平台超市买菜 这个是没错 但是基本上平台上买菜 不是你想买哪个就能买哪个 他是卖你已经打包好的一组蔬菜 蔬菜包 然后他觉得特别搞笑的 就是一个视频 就是在拍摄超市里 蔬菜肉类库存充足 妈的抖音下面一片骂声 说也出不去 你超市里面库存多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还有就是据说 封城前几天朋友圈里还看到 当时网上平台 有的也卖空了 他说我就真好奇 你都让外卖来回跑了 你为什么物流快递就不能恢复 去年也是人们在小区里面收发快递的 为什么今年你连收发快递 你都不让收发 还有就是迷之雾霾 拿今天举例 今天是1月23号 他是1月23号写的 他说今天包括昨天的雾霾都相当严重 空气质量中度污染 这马路上都没车了 很多地方也停工了 你这雾霾哪来的 你整天给我限单限霜 又限星期几的 石家庄现在也是现行 现在大家都不开车了 你雾霾哪来 你让限号的专家打脸不 合着你限号纯粹就是为交通做贡献 最后说说看病 石家庄自1月6号左右封城 具体是哪天封城封小区 他也记不太清楚了 他说封城以来 我已经做了三次核酸检测 我们是在小区内部集体组织的检测 1月20号是最后一次检测 这两天碰巧 我老婆身体不舒服 我就想带他去医院检查一下 没想到出小区去医院这件事 又把我恶心吐了 他说1月22号那天中午 我先是上网查了两家医院电话 一个是省医院的 一个就是370医院 这是他随便写了个代号 免得暴露目标 他说先后给两家医院打了电话 咨询了一下需要带上证件 或者准备什么材料 因为我知道这个时间节点 医院的屁事特别多 生怕你给医院添麻烦 他说省医院 回复是需要提前一天预约 而且要携带什么材料 他就没记了 因为需要预约 预约嘛 他觉得麻烦就不太想去这家 后来就想去离小区近一些的370医院 并且回复说呢 370医院说不需要预约 有微信绿码 能给出7日内核酸阴性证明就可以 但是医院只接120救护车 拿来的病人 或者是志愿者的车辆 拿来的病人 于是呢 我们就准备下午带上证件 开车呢 去370查一下 他呢想就是试一下 看是不是能自己开车出去 他说我打电话的时候呢 有录音的习惯啊 因为前面被坑过 所以习惯了 下午出门的时候 我想着跟门卫说一下 让他开个证明 就能够出大门 没想到呢 门卫先让去小区的社区诊所看一下 如果诊所说这个病需要去大医院 就让诊所开个证明 门卫这边呢 就给我放行 于是呢 我们就去小区里找了下 所谓的小区诊所 结果呢 小区诊所没有开门 不过好在门口留了电话 于是打电话问了一下 诊所那边呢 又说让我们去小区物业看一下 说那边有人管这个 最后他们就去了物业 这里有个办公室的 跟他们说了一下情况 说首先现在小区外边有警察知情 不让私家车随便上路 会被查 所以说呢 没有特殊通行证件的私家车 没有办法上路 其次 出小区必须由志愿者接送 我们小区一共三辆车 22号当天都已经排满了 听了这个 我当时还真比较无语 没想到石家庄这次管得这么严 我记下了三辆车的电话 决定23号再说 到了23号这一天 我先是给一个志愿者司机打了电话 约定下午4点可以顺道带我们去370医院检查 因为23号这天的车呢 也是排满了 只能是在运别人的间隙运一下我们 出发之前 我又打了一下370医院电话 再次确认了一下所需要的材料 那边给出了回复 所需材料跟22号一样 我这边呢也录了音 到了约定时间上了志愿者的车 志愿者说需要一个物业的证明 我记得物业没说要开证明啊 不知是我疏忽没听到 还是物业压根没说 最后呢志愿者也没纠结 就带我们去了医院 到了医院临下车 我刻意问了一下志愿者 我说医院说只接志愿者拉来的 如果医院需要什么志愿者的证明 你哪有吗 那志愿者说没什么志愿者证明啊 然后我就觉得呢 他车上贴着志愿者的标志啊 何况现在车也不让随便开出来 那能开出来肯定是志愿者了 这医生应该能看得见的 他说妈的事实证明 我又天真了 说实话志愿者停车的地方 距离医院大门 涉港检查的地方也就5米 到了那边那医生说 这样来的一律不接 说跟打了个滴滴有什么区别 我心说我他妈区别你大爷 这时候路上有他妈其他车吗 还滴滴 我就是说跟他说一下 车上贴的标志啊 你看不见吗 那医生说那没有用 我要证明 于是呢 我打电话给已经开走了的志愿者 看他有没有办法能够证明一下 结果呢 志愿者也说没有办法证明 他说这个观众说呢 可惜我穷 不然我他妈直接就在医院门口打个120 让120出来呢 再接我进去 也让他们370医院丢一丢脸 那这个时候医生说让我回去 让社区的专人带我们来 还需要开7日内核酸 阴性报告证明 我说我打电话问你们前台也不是这么说的呀 我拿着当时的电话录音放给他看 他听完了呢 他就说这个政策呢 一天一变 然后就观众说我变你大爷的 我今天中午刚打的电话 你是一分钟一变吗 你再变了的话 你们电话那边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跟进呢 你让你们电话那边别乱说没用的信息误导别人行吗 话说呢 他说这是老子这段时间一直憋着一口气 因为这件事呢 他把这个观众就等于说是怒火点燃了 现在想想呢 也是说话声音大了一点 也有个原因是因为戴着帽子戴着口罩 怕他听不见 所以就大声说 他说说实话 你要是说你们医院病人多处理不过来 医生护士压力大呢 我能理解妈的你们医院半天连个病人的影子都没有 老子打了电话问了资料 问了两遍都进不去门 我是真的接受不了 而且我更接受不了的是他们 是他们那种严格服从且又不担责任的嘴脸 而且严格服从命令同时又不担责任 他说我就纳闷了 既然医院要社区开7日核酸证明 那么还要为这个微信健康码里的核酸检测报告干嘛 就算你是为了医院内部员工的安全考虑 严格筛查居民的健康状况 那你整个城市的医院 难道就不该开通一个其他病症看病的通道吗 你医院里全体员工基本上都是整装待发 各个防护服口罩 每个楼道走廊 每天定期喷消毒水 难道现在的医院就只为了保护医生 从而保留医护资源来控制疫情不再扩散吗 那疫情之外的病都不是病了吗 正在我心里大骂医院狗东西的时候 这个观众当时非常气愤 因为他老婆生病了 而且已经是耽误了两天才好不容易到医院 在医院门口又给拦下了 医院里又没有人 他的核酸检测什么都没有问题 只是因为没有志愿者的车的证明报告 就进不去医院 所以他非常焦急 他说可能是我嗓门太高 或者是他口才太好 我觉得这位观众的口才应该是很好 写的信都是一万 将近一万字都是心云流水 一次成稿的 他说指岗护士 给我把里面的专科大夫叫出来 隔着医院栅栏门 帮我老婆问了问诊 也算是大冷天里的一股人情味 现在想想也蛮暖心的 不过我们旁边一个腿疼的老太太 还是没带材料 让开车回家重新拿了材料 才让进去看的腿 有时候真觉得僵化矮板的体质太恶心人 他说这时候又发生了另外一件事 就在我们等志愿者的车 接我们回去的时候 来了一辆救护车 120下来一个大爷 我听见同行救护车里面的护士说 不发热就是凶闷 听着观众说 有点像去年的我 结果这个大爷刚下车 他没有往医院里面走 反而往他身后的方向走去 说实话当下这个节骨眼 就算我心里对疫情再麻木 从救护车里下来的人 并且说着自己凶闷 我真的就是自觉的避开 可是这位大爷也不知怎么的 来来回回在面前晃了好几个来回 然后走到了路边一辆黑色轿车边上 说要把身上包里的东西给车里的司机 应该是大爷的儿子 他说我当时其实有点不爽 你们医院让我们严格遵守你们的规矩 才能进门 你现在救护车 医生都是防护服 你拉一个大爷过来 而且有病的大爷过来 满地乱跑 他说我又没穿防护服 这个大爷要真是个确诊 在我旁边晃悠这几下 有没有安全隐患 不说 你们这同行的护士 为什么不直接给人拉到医院里等着呢 怎么就让人在大门外就下车了 这时候呢 这观众心里不爽 就冲着护士来了 你们怎么让这个病人乱跑啊 他说我去 这个护士也来劲了 他说我们不能拦着病人去见家属吧 我又说怎么不把他直接拉进医院呢 他说这不是被拦下了吗 他可能是护士把大爷拦在了车旁边吧 然后这个观众说 你们这医院太搞笑了 然后这护士呢 火也是被点起来了 他说你说什么话 大家都不容易 干嘛这么说 他说我后面没有搭话了 我虽然心里气不过 也懒得跟他变 因为规矩就是规矩 你定规矩是为了安全 现在你放着这么大的隐患 然后跟我说你不容易 说我真是服了 不过呢 说实话 估计就是这个观众说啊 估计他们这些120啊 这些护士啊 心理压力也够大的啊 所以呢 才能有这么大的反应啊 他也理解 后来呢 志愿者来接我们啊 顺便问了一下 370医院需要什么志愿者证 他说我们这个小区没有证 只有盖章的一个什么东西 当时我离太远呢 也没有看清啊 医生拿着志愿者那个证明呢 去问了一下领导 说 下次呢 你带着这个证明和病人来就可以了 就认可了这个志愿者的这个证明 他说最后我认为吧 人之所以不善良 绝大多数原因是因为穷 因为饭都吃不饱 还管什么保护环境 还管什么礼让他人 这个呢 有点类似郭德纲说的 穷生奸细啊 富长良心 这观众说呢 只有吃爆肚子才有心思去体力体量别人 当然并不是说穷人都不善良啊 他说穷且意间不坠青云之志的也有啊 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说的是虽然贫瘠 但只要至存高远的人 这样的人呢 被称作士啊 就是士大夫的士 但这类人终究是少数 中国只有真正让人们不再为口粮奔波的时候呢 也许才是真正能够提高人民整体素质的时候 才是真正让人闲下来 有时间去研究做自己想做事的时候 我看过身边太多没有素质的人 做没有素质的事情 也许这个社会真的就是一座熔炉 最终改变不了这个社会的人 也将会变得麻木 最后沦为一类人 那么最后呢 他发表了一下他的看法啊 对于他的这个人之所以不善良是因为穷呢 这个我呢 稍稍有一点不同意见 我觉得这个身体上的穷或者口袋里金钱的多少 这个是一方面 但是这个思想上 这个脑袋里的这个贫穷呢 其实是要不了多少那个食物或者说多少的营养的 你只要维持一个正常的大脑这个功能 你正常的严密的逻辑 你是可以建立起来的 我觉得这是两个因素 这种文化呀 这种习俗传统啊 特别是洗脑教育啊 这是导致人不善良的一个主要因素 因为在比如说中国按GDP说也是世界第二 按人均GDP说啊 有的地区已经超过1万美金 应该不能算穷了啊 但是呢我们却看到越来越多的坏人变老了啊 越来越多的人啊 甚至变坏了 那这个是不能用穷和富来解释的 好了 那么以上呢就是这位观众写的在石家庄 封城期间自己亲身经历遇到的这个买菜啊 这个去医院啊 看病啊 出行啊 这些方面的亲身经历 各位观众如果对疫情有什么看法 或者想要分享一些自己在中国在疫区的一些亲身经历呢 也可以到我的电报群里说 电报群的链接就在节目下方 好 我们下个节目再见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可以PayPal微信或比特币打赏 也可以加编辑微信 如果您对本期节目有何看法 也欢迎到我的电报群和个人频道 审时多事讨论 链接在节目下方 审时多事频道会有一些独家的感想 回复观众留言和一些旅行vlog节目 欢迎大家订阅 我的那本书草稿即将完成 近期我将推出正式的众筹节目 欢迎大家关注并支持 谢谢大家